加州要向黑人的后代每人赔偿22万3千美元 都说黑命贵啊 之前没见识到 现在真见识到了 以前啊 咱们只是说啊 是吧 这弗洛伊德的事啊 赔了那么多钱 是吧 整个的这个黑人抢劫也不管 什么都不管 现在加州这个州长纽森啊 为了这个竞选总统啊 就是这个白左我们简直疯了啊 所有的从非洲来的奴隶啊 当年只要你被奴役过啊 对你们种族歧视过 统统赔钱 赔了22.3万 我说到这儿啊 可能很多人会认为 这个加州是不是疯了 22万3千 你合人民币140多万 150万了 是吧 哎 你别急啊 这个只是赔偿的一项 就赔偿这么多 为什么呢 是因为啊 住房歧视 这是因为当年19 说是19三几年到19七几年吧 在住房方面的法律啊 这个对黑人呢 有歧视啊 因为黑白当时不能一起住吗 所以说 哎 我们当年对不起你们 现在呢 啊 就是因为这个啊 给你们赔偿啊 而且呢 纽森还臭不了脸的说 说这个呀 是近期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赔偿 而且呢 他不但说了这个啊 他还说啊 是吧 哎 这个只是说一项赔偿啊 我们不但有这方面的赔偿啊 还会有什么赔偿呢 啊 还会有这个啊 政府应该为这个恐怖的这个种族恐怖 被盗文化 不平等的教育 住房隔离 被盗劳工和气候变化提供赔偿 那最终汇集的这个有多少呢 加州呢 一共有二百六十万黑人的居民 只要 你是二百 其中二百万啊 是当年奴隶的后代 只要是当年黑奴的后代 都可以拿到这份赔偿 而且呢 这份草案呢 啊 由加州总检察长办公室签署 啊 还 就是 还就是 公布了具体的这个 啊 就是拟定的这个赔偿啊 具体的条款 我跟大家念念啊 预估呢 黑人企业在种族恐怖中被盗 或者被毁了财产损失 把这些啊 要分配给加州的黑人 采取强制性的课程 让所有的教师参加 反偏见培训 为K12 就是这个从幼儿园到高中的 学校招收黑人的教育工作者啊 提供这个便利机会 为黑人的高中毕业生 要提供奖学金啊 用以支付他们在所选的大学 四年的学费啊 对因为国家行为 而被迫千里家园的黑人进行赔偿 因为当年不是很多的这个建立公园啊 公路啊 很多在这有住的黑人啊 就把他们拆迁了嘛 对不对 就给的赔偿不够啊 就在给他们赔偿 而且要用这笔钱 来创造投资环境的这些基础建设啊 而且呢 要在黑人社区 创造平等的使用公园和国家资源的机会 而且呢 要剥夺啊 赔偿那些被剥夺的家庭 继承权的家庭啊 如果是他们是白人家庭的话 他们本可以得到啊 继承权 那意思就是啊 这个被白人收养的黑人家庭啊 如果你没得到继承 不行 政府补偿你 对不对 哎 如果是当年白人老爷娶了黑人的这个奴隶 是吧 生下来的后代 那个这个奴隶的小孩 肯定是没有继承权的 哎 不行 这个政府来赔你 赔偿那些被剥夺了啊 是吧 和因为歧视啊 这被剥夺了这个艺术啊 创造啊 体育啊 智力活动中 获得合法权益的人 进行赔偿 提高以黑人为主的行业的最低工资 比如说食品行业啊 是吧 农业啊 基础的服务业啊 要求按比例提高有经 有经验的工人的最低工资标准 建立一个基金 支持黑人拥有的企业 消除损害黑人工人的执照障碍 啊 还有就是补偿那些因反对黑人医疗 而使健康受到永久性损伤的人 啊 实施政策以缩小加州的种族差距 啊 是吧 哎 而且呢 啊 这些东西都要建立明确的计划 是非裔的美国人获得了赔偿 为什么呢 啊 因为白人太有钱了 啊 因为黑人呢 啊 太太太穷了 因为什么呢 在加州的这个白人家庭的财富的中位数啊 为18万8千美元 啊 而家人的这个 而这个黑人的这个财富的中位数呢 只为两万四千一百美元 所以说呢 你看 你们是他们的八倍啊 是吧 你要不赔偿的话 那这个就算是阴阳人了啊 所以说你就必须得赔偿 大家看看这个纽森为了 这个为了竞选美国总统啊 真是魔正了 因为民主党现在这边实在是没啥人了 啊 是吧 哎 尤其是这老太太一退啊 现在的这个拜登一退 真是就是没有是一个政治明星 所以说怎么样 拿到这些选票呢 给黑人签 给黑人选票 对不对 哎 只要给他们的选票够多 哎 他们就能赢啊 所以说将来会有大量的黑人啊 就往这个加州迁徙 很多人说 哎 这个东西 哎 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呢 加州呢 他也只有一个州啊 那这个能 是吧 能占有比例吗 我告诉你啊 人越多 选区越多 选区越多 选举人票越多 知道吧 哎 选举人票 其实是跟人口职业挂钩的 他只要人多到一定份上 选举人票多到一定份上 他赢了加州一个州 他就赢了好多选举人票 美国所谓的赢者 全拿拿着选举人票 你懂吧 哎 所以说呢 哎 几乎就是这样 所以说以后就黑人 在整个加州啊 就无法无天了 当然这些其他手术族裔 也能获益啊 比如说 不公平受教育的机会啊 你像这种赔偿 肯定亚裔也能多少沾点 因为他也要 顾及其他的族裔 因为你不顾及其他族裔 这个法案就签不过呀 对吧 把大头给黑人 其他的什么拉丁裔亚裔啊 哎 你们留下来喝汤 你知道吧 哎 所以说那亚裔通常来说 亚裔中最多的那个中毒啊 比如说华人 对吧 哎 一看 那你给黑人发钱 发22万 你别 虽然说只给我发2万 我觉得这个东西吧 虽然说我很不支持啊 明目换吧 但是这个亚裔一想 哎呀 尤其这华人啊 你想能拿2万 也不错 是吧 哎 我就支持你 我告诉你啊 很多华人啊 就是这样阳奉英伟 你知道吧 他嘴上说着就骂着骂着 但是真 你倒真给他发钱 哪怕少给他发点 他也愿意 他也愿意 哎 这就是加州 为什么他怎么偷 都是这民主党 啊 因为白索太多啊 这是你看啊 我现在说的这22万3000啊 这个法案是2020年签的 而他们所谓的这个东西只是住房赔偿一项要赔偿这40年呢 你想后面还多的是呢 如果当这些东西都赔偿出去以后 你们知道要赔多少钱吗 要赔569亿美元 和人民币是3000多亿人民币就一次性给出去了 就要赔偿这么多 所以说大家看看这个白索已经将弄成什么样了 而且我之前看现在大量的这个 美国这边的报道啊 有些采访有些华人 有些华人就说 现在这洛杉矶啊 这个加州啊 就治安已经烂成什么样的大城市 睡觉得把枪啊 放在枕头底啊 更何况住在加州 大量的华人还没枪 你知道吧 对吧 有枪的得把枪放在枕头底啊 啊 啊 公开的就进来打劫 大家比如说一个店里人很多 公开的直接就黑人就进来开始抢 反正在加州大家也不敢还手啊 所以我就告诉你啊 这进一步 我觉得会导致很多的金融阶层从加州润掉 你知道吧 然后他们因为润掉他还是白索 然后到另外一个地方 再祸害另外一个地方啊 他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我告诉你 白索现在这个世界上绝对是cancer 就是癌症啊 癌症 他毁了一个地方 他只要为了他某些权贵的利益 他毁了一个地方 他可以到另外一个地方 再回另外一个地方 你知道吧 他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 这个加州现在就已经成这样了 虽然说加州不如纽约州 那么啊 就是 性感的政策那么多 但是加州放大招啊 你知道吧 加州共和国放大招啊 一放大招就是这种大招 你看 要赢 要赔五百多亿 那你说钱够不够 不够得印吧 对不对 得印吧 对不对 加州人说我们用自己的钱 我们自己的钱 对不对 那你这么多钱发给这些人以后 那印的钱 那通胀是谁承担呢 全美国承担啊 那全美国承担这个通胀以后 是谁承担呢 全世界承担啊 对不对 所以说你看 我就告诉你加州 它是在吸全世界的血 就是白左不除啊 世界永无宁日 我告诉你 就是白左就干的这些事啊 我不想用更 就是为了他们竞选胜利 这什么脏活烂活 什么多恶心的事 他们都能 就他们都能弄起来 你想一个黑人 赔二十二万四千美元啊 我天哪 这钱你要给正常的白人 你要给正常的华人 你要给正常的这些族裔 或者什么印度人 或者是韩国人 人家还能用来 去增加自己的财富 是吧 会再去再去反消费 可是你给这些人 他们能用来干嘛呢 除了能让犯罪率更高 除了能让这些人更嚣张 什么都干不了 所以说我就说啊 生活在加州这种地方吧 生活在纽约州这种地方 诸位自求多福吧 这是你们自己选出来的啊 高票当选 我记得这一次 纽森是70%多的选票 对吧 哎 我觉得不能让他70%多 虽然说70%多在美国啊 还是60%多 已经在美国已经大胜了啊 已经在虽然说 在一个一边倒的州 我觉得啊 加州应该100%去投纽森 对吧 应该让这个州 更加充满爱一点 更加的 印更多的钱 来补贴这些黑人 这是我的看法 所以说 我住在一个偏红的州 我只能 祝你们自求多福了 对不对 你们自己选出来的人 应该自己来承担 这些后果 我就很同情你们啊 虽然说 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我想笑 但我其实不想笑啊 我只是觉得 嗯 太牛了 纽森啊 我建议啊 加州再废除一条法律啊 就是 把这个州长连任啊 给他这个去掉 限制去掉 然后纽森永远的当下去 这个加州简直太棒了 我跟你说 太牛了啊 我是我是支持白左的啊 我觉得这个政策很人性嘛 对不对 哎 哎很好很好很不错啊 行 这种政策要继续的执行下去 加州加油啊 给你点赞 好 这期就到这 大家拜拜